南港轮胎爆发了这鞋里 陈启清居然长期向厂商索取回扣 警方说其实从这位鞋里的衣着来看的话 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件是名牌 他跟他老婆妹妹还有两个儿子 住在是连冷气都没有的 四层楼的老透天塑里头 所以让大家非常的讶异 因为在房子里头也没有胡董自画珠宝 只有老旧的木制座椅 但问题是这栋房子里头 居然藏了有上亿元的现金 钱庄加上酒庄连钱来查查的警方都说 真的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钱